花圃前拍照留念 士林關底不定期有華蕙展覽 吸引大批遊客參觀 尤其鄰近故宮是陸客必訪熱點 但人多亂想跟著來 北市府沿逆使用者付費 未來非北市民都要收80元 遊客數量滿多的 那可能他們在拍照 或是什麼都可能 對一些環境上有一些破壞 在清潔微物成本上也會比較高 一年的話大概有四五百萬左右 我覺得還好 因為光贊成人民幣也不夠就40塊錢 免費的公園也有 但是那種古蹟的相對來講 收費比你們這邊高 看好陸客商機 北市府腦筋動得快 台北市民免費入園 但外縣市居民及遊客 都得掏出80元 以平常入園人數最少4000人來計算 士林關底9成都是遊客 一天最少能進账28萬8 我想使用者付費吧 這個地方是台北市留的很有價值的地方 讓台灣前省的所有的台灣的人 可以來這邊共享 收費標準民眾有兩面看法 其實士林關底鎮館也有不同的收費方式 台北市民只要一個銅板50元 但一般民眾或遊客 價錢翻倍要拿出一張百元鈔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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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遊客不同價在MOLAN也看得到 台北市民以次來計算一次50元 但非市民或是觀光客 光是一站就要70塊錢 算準台灣的觀光人潮 台北市又是首都遊客必訪 市府撈錢不手軟搶攻觀光客商機 藉由林伟 莊丁軒 台北報導 市民集和家附屈 香港海報公司 市OWNCR 大家好 工資